國大郭伯村、劉孟昌等人的開黃槍事件 上午繼續在國大臨時會中燃燒 我建議這兩位應該驅逐出境 不准讓他在這個會期 繼續在國民大會裡面開會 面對民進黨的聲討 國民黨籍的女性國代郭伯村 有不同的意見 我想說明的是釋出原因 身為一個女性 也應該自己要檢點 這句話引起民進黨籍代表 蘇智陽的不滿 兩黨女性代表因此爆發了 激烈的扭打和頭腳衝突 你到底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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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 不要打你 你不要亂打人啊 你絕對不能夠在醫師堂上隨便亂打人啊 這是絕對的暴力啦 三度開醫後 原本就有心喪病的馬愛珍代表 突然感到身體不適 但是議場的醫師 姍姍來遲 天天這個時候 又發現氧氣筒 沒有氧氣的烏龍意外 蘇智大會 沒有啊 沒有氧氣啊 馬愛珍的昏倒 只會場沉默了一會兒 但並沒有使代表們的情緒冷卻下來 今天我是一個國大代表的身份 我在國會的殿堂裡面 合法抵得發言權 竟然這樣子被公然的侮辱 打了一個巴掌 這對我來講 一生中永遠無法磨昧的這種傷害 郭蘇春病表示 要向法院控告蘇智陽 公然侮辱傷害以及妨礙公務罪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